《時代論壇》 每週社評 2016年1月24日 第一四百二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 台灣大選的社會與心靈解敵 適合過去的台灣大選 不僅促成了當地確立真正民主制度以來的第三次政黨輪替 亦為華人社會帶來不少政治、社會、心靈啟敵 台灣和香港雖然各自走過了非常不同的歷史軌跡 在民主步伐之上亦有不少距離 但大家都身陷於一樣的全球正經板塊革命之中 一邊是跨太平洋的全球網絡資本主義勢力 另一邊是一帶一路所代表的違法展硬道理 近年香港者變相 自由指數十級而下 政治、經濟和社會佔向具中國特色的一方傾斜 民間抗衡未見曙光 至於台灣 二十多年來 民主制度的確立成功為民間抗衡聲音帶來空間和平台 儘管仍未進線 卻使整體社會有更大的彈性和反應可能 經過兩年來的反覆貿等爭議 在蔡英文當選後的國際記者會上 對等尊嚴 彼此接受這樣的字眼經常被提及 亦反映民心 台灣今次政黨輪替 府會首次全規民進黨陣營掌控 能否成為整體社會應對現今地緣政治客房壓力的啟動點 值得拭目以待 無論是2013年紅綜優伏疫致命案的民間抗議潮 到2014年的太陽化學運 台灣新生代的政治網絡力量就不容小趣 他們在今年大選亦成為媒體焦點 儘管他們籌組的時代力量成績未如預期 他是已經成為重要的第三勢力 他們所標榜的卻不是世代之爭 而是爭取一個人民的立法院 和理念相近的民進黨也不是處於爭辭的狀態 而是互量互讓 以致為對方騰出空間 世代分野並不必然構成張力和矛盾 關鍵是有沒有共同的關心對象和社會願景得以凝聚 雖然早在大選以前 國民黨由政績到選戰軍經以敗仗分塵 由目共睹 以致連選舉氣氛都變得平淡 但年輕歌手周子瑜 因為一張首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照片被迫在網上道歉 成為了令國民黨在選戰裡兵敗如山倒的最後一根稻草 族群感情從來不能見機於威嚇 這對兩岸三地社會都是寶貴的一貨 今次台灣大選 有當地教會保守人士組成政團各族 雖然全軍盡默 它是被人看到當地個別超大堂會和鄉郊教會的結合 所帶來的政治動員可能 今時今日華人教會關心政教關係 除了政府和教會的組織界限 總是要放眼於教外內各方的政治動機 和現今教會動員脈絡的關係 以及當中可能出現的清元正本和混淆市民 尤其是政治計算最終以權力和利益為依歸 信徒教目於此不可不辰 要經常苦心自問、求主察看 到底我們仍然是身向上帝 或已經身向海實不自覺呢? 上主的國永無同盡 但基督新教出現於歷史長河裏 其中一份重要精神 就是那個源自上主的自我覺醒 清心未變、信復而不漫長 這些值得我們珍而總之 每次都是無所信心的 既然成績與零二百分之感 數字寫過 既然成績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